毕竟銷站在路邊 將嫌犯團團包圍 整備帶回警局 因為他一時衝動 砍傷前妻友人 發生什麼叫跟人家打鬥 對方有認識嗎 不熟 那他為什麼要砍你 雙者成姓男子 自稱跟嫌犯不熟 但卻慘遭對方持水果刀攻擊 這是違和 原來52歲黃姓嫌犯 與前妻離婚後還同住一起 24號提早下班返家 卻正好撞見前妻 與38歲成姓男子 躺在同一張床上 一時促瞳打翻 直接殺進廚房 抄起水果刀 砍傷城南腹部手部 而嫌犯向警方攻撐 心裡是狠愛前妻 惱怒之下失去理智 才會吃到傷人 全安醫傷害退 移送先給地警偵辦 因為一時憤怒 理智縣斷裂的還有他 我九分要持槍啊 嫌犯頭戴安全帽 低頭不語 誰能嗓到不久前 他才掏槍恐嚇 他還知道 有聽到說有人忘記 很嚴重啊 在以學上鄉 這初民宅24號中午 發生持槍驚魂 根據了解 是因為桑葬補助發生糾紛 身為桑家親友的黃姓嫌犯 與41歲杜男 因為產生口角 反而持改造手槍 還來不及開槍 就被對方趁亂奪下 黃嫌明知法往南逃 於本日三十許 自行前往水上手來投案 火爆持槍 想要恐嚇 反被對方搶走 黃男事後道案說明 面對鏡頭一語不乏 恐怕也是後悔莫及 記者張正名 郭宇軒 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 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